希望鄰居不要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他打開 我是灌著涼涼扣 一個性感扣 整個人塞在沙巴裡面 看來就是更多 要高高 那感覺要高高 高高 Slof Viseki Fanture 美國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來拍一個 我拖了很久很久很久的 就是我的Aparment tour 那我搬進來已經大概四個多月了 然後為什麼還沒有一次剪出來呢 是因為我其實前面拍了兩次 但是我自己都不是很滿意 所以今天呢 我特別請了一個很厲害的助手 來喔 跟大家說一個嗨 嘿 呵呵呵 對 那搬進來已經一段時間了 所以其實我家裡各式各樣的擺設啊 都已經弄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洗吧一起即刻就好一起啦 Are you ready? Let's go 頭髮還好嗎? OK 來 啦啦啦啦啦 歡迎光臨 那首先你進門之後 往左邊看會看到有兩個很像櫃子的東西 那它們是什麼呢? 它們不是櫃子 它們其實是我的冰箱跟冷凍庫 那我的冰箱跟冷凍庫的尺寸 其實跟我上一個家相比 其實是大很多的 應該大了至少一倍以上吧 你們看 我舊家的冷凍庫真的只有上面這一層而已 但是我現在 有多了一整個櫃子的東西 呵呵呵 非常之好 看完冰箱之後呢 大家看到這邊就是我的鞋子跟鞋架 但是它們都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呢 就是這個全屋子最神聖的地方 就是我的小廚房 如果有看過我舊的room tour的話 大家也會覺得 欸這個廚房跟上一個廚房 有點似曾相似 那我先講一下跟上個廚房一樣的地方好了 首先呢 它都一樣有這個微波爐跟烤箱 然後下面呢 一樣是有洗衣機跟烘衣機在裡面 然後我這個烏院呢 它所有的爐子都是電磁爐 那我之前舊家呢 比較小 它是只有這樣一半的 那我現在可以多一整個電磁爐的空間 所以我可以邊燉湯邊煎蛋之類的 就是multitasking的部分 那大家看到這邊有沒有看到什麼亮點呢 有沒有看到什麼亮點 那個這個嗎 對 這個呢 就是在DunkyDunky買了一個美酒 你知道有時候洗碗洗到很不耐煩 就是喔 真的很不想洗碗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就是灌個涼涼口 然後你就放回去 然後它就在這邊 還有什麼 Wine glass Alcoholic 這樣子我還在抓走 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這兩個呢 是我從朋友家拿過來的 這一罐呢 2010年的酒 喔 2010酒 我的天啊 那你猜這一罐 這一罐一九九五 喔 也是Château 感覺這兩個酒拿出去賣應該可以很值錢 然後特別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一個伸縮的量碗盤的架子 因為我的這個水槽比較大 但是我不想要花太多其他的空間去 你知道放一個架子在這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IKEA 或是一些其他那種賣家用品的雜貨店找 應該都會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省空間的好夥伴 好夥伴 好的 接下來就到我們很性感的調味品取了 至於為什麼調味品會性感呢 我也不知道 我都幫你們擺出來了 你剛剛就是擺一個性感姿勢嗎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的這些小標籤啊 都是我一個一個用那個標籤機 把它印出來的 我覺得你不覺得整個放這樣子就覺得很可愛嗎 嘿嘿 然後如果你有發現到 嘿嘿 你夠放尊重喔 然後如果 我的頭髮 呵呵呵呵 那如果你有發現的話 你會發現我家有很多木頭的元素 那原因呢 是因為我覺得木頭可以讓一個人的家裡 變得很溫暖的感覺 嗯 所以 That's why 最後呢 我剛剛不是說這個廚房是最神聖的地方嗎 但你知道最神聖的地方最神聖的東西是什麼嗎 來我們大家看 登登登 那是我的咖啡機 這個是大家在Vlog裡面看過無數次的這個咖啡機 應該算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好不好 他就是陪我渡過了很多的低潮期 哈哈哈哈 還有wine 還有wine 後面那一part 另外再 再輕 如果你平常是一個喜歡喝咖啡的人 其實我真的蠻建議 不管是那種自動的也好 或者是像這樣子 可以自己手沖的都好 就有一個咖啡機可以隨時隨地 讓你的生活變得更有趣 嗯 請問你現在的人生有趣嗎 有趣喔 啊 你要說不有趣 我才能夠做咖啡給你喝 來 哈哈哈哈 請問你現在的人生有趣嗎 不有趣 那 我做咖啡給你喝 好 哈哈哈哈 就這樣 這感覺要爆爆了 這感覺要爆爆了 爆爆了 欸欸欸 沒有水嗎 欸好像是耶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好像跟我 哇 所以我的人生就是有趣的 你怎麼那麼高興啊 謝謝你告訴我耶 我真的完全沒有注意到它沒水 然後我就說它是不是要爆炸了 你也不太樂觀耶 它怎麼跟平常不太一樣啊 怎麼辦 應該OK 它可以吧 我要必須講一下 我平常是絕對不會用什麼低脂奶來做Latte 因為我覺得喝Latte就是要喝全脂的 享受那個Fat的感覺 但是呢 因為現在雨喬這個人 還是在做一個健身挑戰 所以他我剛特別為了他 然後去買了那個低脂牛奶好不好 謝謝 我跟你說一般來我家的客人 是不會遭受到這種待遇的 哈哈哈哈 那這個廚房還有一點我非常滿意的就是它的儲物空間很足夠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儲物空間包含 你看 這邊也是滿的 然後 這邊 我都拿來裝一些雜物啊 或者是一些乾糧啊 什麼之類的 那尤其是我想要講一下關於餐具的擺放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呃 廚叫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電子 大家可以看到電子爐的下面這邊有兩大盒 裡面完全是可以直接的擺我所有的鍋碗瓢盆啊 碗盤杯子等等 這個是我上一個家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很喜歡 非常滿意的東西 那另外其實這邊他也是有附一個 像 喔 像 像桌子一樣的東西 但是 As you can see 我基本上是沒有把它拿出來過的 所以 好囉 它就是一個花瓶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我的客廳 就是最文青的一個角落 那 為了要展現我個人就是 嗯 很文青的這個個性 所以我特別有 欸 有什麼 你受什麼 who would say that themselves 哈哈哈 那這個架子呢 我是從HKTV Mall上面買到的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個 我之前講過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投資的Marshall音響 然後包含下面還有我這一陣子有買的書跟讀的書 那最下面呢就是一些儲物的空間跟盒子 那我的這些容器通常都是從Muji或者是IKEA買的 但我覺得市面上還有很多可以選擇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量一下你自己需要什麼樣子的尺寸 然後高度寬度等等 然後再去找相對應的盒子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有一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個呢 之前是我的床頭櫃 但是我突然之間就是太聰明了你知道嗎 就一念之間發現 它居然很符合我客廳的尺寸 所以我就把它拿到外面來 然後我就自己去那個EON嗎 還是AON EON 我就去EON買了這個 好像是12塊的布吧 那我就黏了一個魔鬼毯然後把它蓋住 那這個魔鬼毯翻開呢 裡面就是更多的儲物空間啦 是不是鼓掌 就是我自從我一個人住之後 我就發現我好像沒辦法接受的東西 真的很亂很亂 所以我就想盡辦法去把所有東西都收納起來 可是如果所有東西都 就是堆在一起 你會覺得很亂 所以呢 解決辦法是什麼 找塊布把它遮起來 我家也需要這個 上次去人家 戴眼罩 怎麼樣 大家看一下這個呢 是我一個非常喜歡的artist 他的一個畫作 那這個其實是印出來的啦 它是一個樹欄 然後上面寫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來唸一次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腳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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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sticated 再來就到我的客廳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牆上掛著一個 world map 那這個是我在Pinko上面自己去訂做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客製後的名字說 Synthia's world map 上面還很cringe的寫了一句說 My adventure never ends 自己講出來都覺得尷尬 沒有 那它呢就是一個世界地圖 然後你可以有這些小小的珠珠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把你想要去的地方 或是已經去過的地方把它mark起來 就是一個 我覺得蠻棒的設計啦 對 很客製化 然後它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台灣是特別用淺黃色給標出來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台灣的公司 所以就是有一個特別版 那身為一個驕傲的台灣人呢 我自然是買了一個特別版的 對 大家可以上Pinko去找喔 叫You made You made Not sponsored I wish 接下來這個沙發呢 是我在整個家裡面 花最多時間在上面的地方 好 它呢 是一個很舒服的淺綠色沙發 OK 然後它有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很深 就是以我家這個尺寸來說 我覺得這個深度是剛剛好的 因為你可以就是在看戲的時候 你可以整個人縮在沙發裡面 就是不會好像坐一半一半這樣 另外呢 我跟妳說它也是一個很好的單人床 我跟妳說我曾經在這邊睡了一整個禮拜 就是每天看劇 看到就是 她想睡覺 然後我就睡在這裡了 所以 明明有床不睡 硬要睡在沙發的女子 就是我 然後這個也是很多人問的 是一個小毛毯 它是韓國的一個文創品牌 叫做 Second Morning 然後大家可以去找韓國代購 就問她說現在還有沒有貨這樣子 這個呢也是我新家跟舊家很大的一個差別 也是我購入了一台電視 那因為我之前其實我也不看什麼TVB 我也聽不懂 看不懂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說要買一台電視 但是呢 直到我要搬來這邊之後 發現我今天有一個客廳了 我想要有一個地方可以看電影啊什麼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也是很下心 然後就去買了一台電視 我買了之後也是覺得很值得啦 就真的我覺得整個生活的Quality 往上提了38倍 你知道你從那個電腦上面看那個Netflix 跟你從電視上面看Netflix 真的是兩件事真的不同 你同不同意 同意 好囉 分享一下 你在我家也在我的電視看Netflix 我跟你講 宇喬家的電視Quality Quality 你那個是幾吋的 嗯 嗯 給的了 嗯 然後最後呢 為了隱私問題就不給大家看真的 陽台外面的景色 但是 我這邊是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所以 例如說你有朋友來 然後想要就是 一下的話 就是可以到外面去 我還在外面設置了一些就是鐵罐啊什麼 就是給大家使用 是不是很貼心 接下來呢我們要進入到 女生一個非常私密的空間 就是我的臥室 等等等等 Come on Come on 其實我的房間呢 蠻樸實無華的 首先就是有一張雙人床 然後有一個衣櫃 一個掛衣帽的架子 然後第二個衣櫃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床頭櫃 嗯 其實 我覺得這間房間比我想像中 其實大蠻多的 就是以香港一房來說 其實蠻大的 好了 除了我那時候床不小心買到一個深灰色之外 我其他的家具 基本上都是以白色跟木頭色為主 然後 這個也是大家很多人問的 嗯 我是在Pinko上面買到的 其實這個的link 我一直都有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 你看非常辛苦的在幫我炸給 總之呢 這間浴室就是跟 我的臥室跟外面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 例如說有客人來的話 他不一定要經過你的臥室 就可以直接到廁所這樣 但是有一點要小心 就是發生很多次 有些時候我家的客人會想上廁所 從外面進來 他忘記關這個門了 然後我這個房間的門也沒有關 就是外面的人就可以從門縫 我就看到說 你蹲在這 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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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 沒有啦 就是如果大家之後有來我家的話 自己注意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跟你說 還好我昨天有擦這個鏡子 它之前很髒 我也盡量會讓我的梳理台這邊是 比較乾淨跟整齊的 就是我可以一下就拿到我需要的東西 所以這邊擺的都是我平常 真的比較常在用的產品 然後我喜歡 不是贊助的 請贊助的 請贊助的 請贊助我 好囉 好喜歡這個 我也是 真的好人喜歡 好喜歡 這個是我特製的就是 PAD的一個小盒子 我問你喔 我很好奇 其實你有幫女生買過PAD嗎 沒有 這太多了吧 最後就是這個 領域間啦 然後 好囉 都還很簡單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好說 要去什麼 因為我家沒有那個亮衣服的地方 所以我就去那個 忘記是哪裡 叫什麼 賣家具的叫什麼地方 石會 石會 所以我就到石會去買了一個這個 曬衣感 然後把它架在這裡 然後我 需要亮衣服的時候 我就掛一掛 然後按這個 Dry Hot 我還有 完全一樣的東西 真的嗎 不錯 這真的很便宜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這個櫃子 那這個其實就是放著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會需要Grab & Go的東西 包含像香水啊 或是我的鑰匙就掛在這裡 那這個很有趣 其實它在IKEA呢 是小孩子的家具區 就是這個 你看翻開裡面都是一些塑膠盒有沒有 其實它是給小朋友放玩具的 然後我就去量一下尺寸之後發現 整個IKEA只有它符合我的尺寸 所以 I mean it works 對然後這個也是我自己 去那個 EON買了一塊布之後 用魔鬼毡把它捏上去的 然後 大家有沒有記得這個東西 大家有沒有記得這一塊 有沒有在好像似曾相似在誰的影片裡面看過呢 不記得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在唱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的新家的room tour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 怎麼會想要搬家?為什麼? 那其實首先最大的原因 我之前也有講過就是 我比預期之中要留在香港的時間更長 所以我想要換到一個我自己更舒服的地方 包含我可以把工作跟睡覺的地方分開啊等等 至於我是怎麼找到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跟大部分找房子的人一樣 我一樣是上一些作物網上面去查看 然後聯絡了其中一個房仲之後 就可以請他再介紹不同的物件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有認識的房仲 或是朋友有認識的 我覺得那個當然是更可以信賴啦 嗯 對,但我其實找房子也是跟大家一樣 都是上網找的 會找到現在這個區域 是因為我有朋友住在這附近 然後我之前就來過幾次 我就很喜歡這附近的環境也好 然後空間也好 對,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在這邊是 心境上面是最自在的 這個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點 雖然說他距離很多主要的地方都蠻遠的 OK 大尾比較好一點 然後至於大家可能會很關心的房租問題呢 這個我也講過很多遍了 就是因為跟工作上面的有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透露給大家 但其實就是很香港的房價啦 我知道香港很多人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搬就搬出來這樣子 那我的話是因為真的算很幸運 就是有這個機會可以負擔這樣子的地方 但一個人住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然後我自己也很開心 那我現在鏡頭後面的這位朋友現在也是一個人住 雖然說他家好像常常會有人去住 他家很像一個Airbnb你知道嗎 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住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Apartment Tour 然後我會繼續努力的拍Vlog給大家看 然後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也謝謝今天雨喬來幫我拍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